作为中东地区,美国最大的小弟与代理人,以色列不仅拥有在整个中东数一数二的军事实力,同样也拥有整个中东地区最强悍的挑适能力。 作为美国的棋子,以色列帮助美国揍过不少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叙利亚,为了阻止叙利亚和平。 美国想方设法地阻挠着叙利亚的恢复程序,甚至直接派遣军事力量介入。 但在俄罗斯的扶植下,叙利亚政府军还是顽强地挺过了那段困难的时期。 即使现在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已经被消灭了大半,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的领土也成功收回了。 美国极其小地,仍然没有放弃迫害叙利亚。 据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019年4月13日,2时30分左右。 习惯了欺负叙利亚的以色列空军,再一次通过黎巴嫩领空,对位于叙利亚哈马省麦斯亚夫镇附近的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和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 虽然叙利亚防空部队紧急反应,在额制先进防空系统的帮助下,击落了大部分以色列战机头下的炸弹和导弹。 但以色列导弹,仍然成功实施了空袭,摧毁了好几座叙利亚防空部队所属的建筑物,并导致三名叙利亚士兵,不同程度受伤。 不过,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完全公开这次空袭事件。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仅仅是光挑好事说,叙利亚防空部队,在哈马省地区,击落了数枚以色列导弹。 而叙利亚Ikbarra电视台的报道也是如出一辙,由于以色列战机的袭击突然,导致叙利亚政府军的空中力量,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动用防空部队进行有限的拦截。 看来,叙利亚还是得花不少心思,去提升自己的空中力量水平的。 这并非以色列首次空袭叙利亚政府军的阵地。 事实上,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政府军的次数,可以说是多得数不胜数。 早些时候,美军还会找个打击1515个借口,来袭击叙利亚政府军。 到了现在连借口都来得找,直接上手就是开炸。 而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行为,也遭到了许多国家的谴责和抨击。 其中就有叙利亚背后最大的老板俄罗斯。 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公开批评过美国指使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行为, 是无视他国主权,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并要求美业两国立即停止该行为。 而就在4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新闻释出会上表示, 当务之急是确保叙利亚人道主义重建。 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参与这项工作。 绝不允许在叙利亚划分势力范围。 但是至今日, 美国和以色列仍然在我行我素地蹂躏叙利亚, 压根不把俄罗斯当回事。 而俄罗斯对于这样厚脸皮的行为也是非常无奈。 只能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残酷的真相。 在现在的叙利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